嗨,大家好,我是正宫 嗨,大家好,我是劉娜 歡迎收看今天的醫生印刷小血湯 正宫,我自己拿有許多可惡 在做小型的文章,像我手上的這個子彈 想要問一下正宫之後 可以推薦哪一些小型的瓶湯機 來做二字化的物質 基本上,醫生最近推出三款小尺寸瓶湯機 首先呢,我們有兩款A4的瓶湯機 以及我們15x15瓶湯機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我們當,什麼意思呢? 想 接下來我們要使用我們的 15x15小尺寸瓶湯機 來套用我們的小鈴錢包喔 好,首先呢,把小鈴錢包擺上去 再擺放我們的膠片 確認好位置之後呢,一樣 設定好溫度,壓下去 然後一樣倒數,時間到了才會叫 就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有沒有,它已經湯上去囉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比較認知我們的事情囉 好,現在的train,將我們膠片使出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 好,首先呢,我先跟各位示範我要湯硬我們的小三袋 那,我所使用的是我們A4小尺寸瓶湯機 我先準備好我的膠片 擺上我要湯硬的位置 擺上去之後呢,我們就直接,小壓 調整好壓力 壓下去 好,它開始倒數 那幾秒? 倒數10秒 這麼快? 對,它這個非常快 好,時間到 打開 然後再來,我們就等它冷卻 再讓我們膠片使出 我們現在膠片冷卻了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膠片使出 有沒有,這邊湯 這邊湯,這邊湯,這邊湯 可以湯得快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使用我們的A4抽屜式平常機 這台呢,是我這三台當中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台 為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把手機拉出來 拉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將我們的藍布大兩方向 我們擺上去的時候呢 完全不會因為燙板 我們不去做燙到的動作 那再來 我們把我們的膠片 不一樣就直接這樣下去 擺上去之後 然後再推進去 這邊要抵抵 這邊要抵抵 那再加上我們平常機 溫度升低好之後 下壓 然後它一樣看倒數 倒數時間這邊會顯示 好,時間到它一樣會有提示聲 然後我們就 打起來 打起來之後 有沒有,我們再把抽屜拉出來 這個抽屜是非常方便 完全不會讓我去控制到我們上面的胖板 那等一下我們一樣等等 好,已經冷卻了 那我們就將我們膠片試成 有沒有,可以看它 放上去非常的平整 好,完成 好,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使用小指數平常機 掌握我們的文套商品 大成功 耶,成功